一名老妇人在旧金山的一家麦当劳餐厅 因为购买的热咖啡杯盖为正确盖上 导致见出严重烧伤 但是在事发后 三名员工却拒绝为受伤的老妇 实际协助 遭到疑论的踏伐 回顾历史 麦当劳因为食品温度过高 而导致顾客受伤的事件还真是不少 在1992年时 就有一名女性因为打翻热咖啡 而遭受三度烧伤 原判赔偿高达数百万美金 另外 在今年初 因为麦当劳热鸡块烫生幼儿 家属也获得了80万美元的赔偿 这些事件不仅对麦当劳的品牌形象 造成了挑战 也反映出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性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